为了加强战力,美日两国政府决定,美国海军陆战队的新型运输机MV-22鱼鹰轻转悬疑机,最快会在7月的中旬运往日本冲绳的普天尖基地。 相比目前部署在冲绳的美军运输直升机,鱼鹰机的作战半径要远得多,可以在一个半小时之内将一个营的海军陆战队送到钓鱼岛。 日本朝日新闻报道,美军计划先进行三个月的试飞和安全检查,确定安全无余后,10月将在冲绳纳巴市附近的普天舰基地部署12架MV-22鱼鹰轻转悬疑机,最终将部署24架MV-22鱼鹰机。 MV-22鱼鹰机最大特色为采取轻转悬翼设计,可以把机翼的螺旋桨改角度至如直升机一样,像直升机一样垂直起飞和着陆,起飞后又可把螺旋桨变为一般定义机,能像普通飞机一样高速飞行。 目前部署在冲绳的运输直升机有海军陆战队的CH-461海骑士直升机,每架直升机运输的部队和装备数量与MV-22鱼鹰机差不多。 不过海骑士直升机作战半径有限,只有296公里,如果部署在冲绳基地,在没有空中加油的情况下,作战范围没法涵盖钓鱼岛。 而部署MV-22鱼鹰机后,作战半径将会大幅增至585公里,而且速度也一同倍增,24架鱼鹰机可以在一个半小时内将一个赢的海军陆战队部署到钓鱼岛。 MV-22鱼鹰机每架成本接近7000万美元,曾经在伊拉克、阿富汗及利比亚执行战斗和救援任务。 美军目前有160架MV-22鱼鹰机将剑步取代海骑士直升机。 中国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梁光烈早前访问美国北卡州,乘坐的就是MV-22鱼鹰机,相信已领略了这种飞机的超级机动性。 方卫视综合报道